中療鄉隆安宮一年一度的火把繞境 已有上百年之久的歷史 而選在三三國王聖誕的前一晚舉辦火把繞境 目的是祈求地方能夠安寧 也祝賀三三國王的誕辰 而地方上的居民也在家門前搭設香案 熱情的迎接繞境的隊伍 很高興這一次來參加隆安宮 一年一度的火把繞境 所以我們擺這個香案來迎接三三國王 擺設這個香案就是祈求在地的每一員 都能夠身體健康 很高興大家一同來參與隆安宮 一年一度三三國王聖誕 所以舉辦的火把繞境 因為這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所以我是在地人在家門口擺設個香案 來祈求一家人 還有整個村莊風調雨順 國泰名安 新一元廖一賢也祈求三三國王 能夠保佑地方上的每一位居民身體健康之外 也感謝在地居民熱情的參與這次的盛事 讓繞境活動更加精彩 兩岸宮真正的工夫 每年在這個政案都有來辦這個火把繞境 去跟家家家都給我們參與 祝福平安順序 辦了都非常隆重 我希望就是在地居民身體健康 平安順序 感謝大家 在這個晚上的時間 都沒有照顧不過的時間 出來這裡繞境參加 非常熱烈 希望我們三三國王可以保佑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三百年歷史之久的火把繞境 讓原本寧靜的村莊熱鬧不已 希望三三國王能夠保佑地方上的居民身體健康 五股豐收 記者 李永勝 中療 採訪報導